哈喽大家好 在关于外国人在中国的银行开户这个话题下面 有朋友留言说 问说我原来是中国籍 用中国身份证开的户 现在我已经出国以后多年 我已经换成美籍了 外籍了 那么怎么办 这个账户 今天说是这事 首先呢 这事呢 我也是直接打工商银行的客服 95588 打通以后呢 问询问了这个问题 他们呢 是这么答的 就是你这个账户呢 还在 那么你需要本人到银行去 进行信息的更新 对吧 因为你换成护照以后 你这个名字是英文名了 你的证件的号码和有效期 就全都跟中国身份证变了 所以你需要更新 你肯定 那你说 我拿一个我的外国护照 直接去 你就会更新下情了呗 不行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个外国护照 上着写的 某某某是英文名 对不对 当然这个生日还是一样的 然后护照号 关键是那个名字 名字是英文名 而你这个 中国的银行账户是用身份证开户吗 是中文名 这个中文名和英文名 是不是一个人 这没有文本上 没有任何的证明 你自己当然知道 我当然是我了 小冬就是小冬 小冬等于是 小冬 但是银行不能这么做事 所以呢 他就需要一个很重要文件 就叫 在国外办理的三级认证 证明 你这个中文的什么什么小冬 和英文的什么什么小冬 是同一人 这个文件呢 我另有一期节目 当时我做了一个文件 就是证明 三级认证 证明我是我是为了 做遗产继承的时候 公证啊 或者是法庭啊 也是你继承遗产 你那个遗产上 人家都是中文名 所以你是作为继承人 但你现在一个 你的证件是英文名 怎么能证明是一个人 也是要证明同一人 所以呢 我做了一期节目 你们也要想看一下的话 怎么办那个证件 看那个 那刚才说的这个办法 是更新你的账户 拿外国护照 和证明我是我的认证文件 来就把你的信息更新 这个账户还是你的 那这个因为 搞那个我是我 这三级国外 三级认证文件 挺麻烦的 时间也长 那有没有办法 如果我在想啊 我不知道 这供你们参考 就你能不能够 如果你能把你那个 中国账户里的钱 取出来的话 你就 新开一个账户 用外国护照 不是可以开 可以开户吗 然后你把你取出钱 放到这个账户 那原来那个 基本证开的就 就不要了 或者直接是让销户 这种办法 不知道行不行 供你参考 就不要了 就不要了 感谢观看